这刚看完车啊 我们接着看 刚好今天有5排车都在这边 这是海诗 这是大通长州 然后看给你们谈谈这怎么选啊 这是武林 神车 另外有一个 好的我们先说大通 大通这是长州 这是一个封闭式车厢 王仓版 但是这个车没有改行车 5米785跟标准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车私密性会更好一些 前驱大通的派上柴派发动机 动力是确实比较不错 合音降噪 就是整体的一个增和比较高 而且自动能AMT挺不错的 武林也有AMT 它是国六2.4T玉柴 动力的话没问题 但是它的车相比大通来说 稍微噪音会大一些 这是我们客户的啊 没有钥匙 这个车的配置相比大通就会更高 标配的话 家用变频空调 像这双棚站的东西可能是有的 然后双行车发电机 充电很快 160升净水箱 40升污水箱 还有88升的10奥浮自由冰箱 有红床床可以选 它的空调外积做了下沉处理 制冷制的效果非常好 有一半在车下面 一半在车上面 包括它的净水箱也是 这就是武林的一个优势 配置高 充电快 空间大 B型黄车里面最大的空间 相比 堪比是C型的空间 而且这个月底估计会有正侧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海狮的话 它也是国六的 这三台车都有国六的 海狮也是后驱 只有大通是前驱 汽油车1.8升 油耗的话我们测9个以下 所以说动力也是不错的 你觉得如果够用的话 那就绝对是可以的 大船 四个座位 四座 逆变器全都采用 3000瓦正全拨空屏逆变器 70升计准箱 30的电脑的器 厦门金龙 旅行车 后面一个大船 汽油车对它的通过性高度的话 2米26 有些喜欢在城市待的 包括平时代步的大城市的 会比较方便 大通的话2米552 武林的话2米767 好接下来我们去看 大通短轴 最后还有中风预风 均率啊 金铝海狮10.98 大通长轴20.98 武林18.8起 这个月的话有 大通短轴16.58 过去看看 这是一台标准版的大通V80 就是玻璃车体的 上面加了空调 有微信天线 贴了车身彩贴 还挺不错的 小巧 说到小巧 大家看这个奔驰也挺小巧的 哈哈 这是X1吗 新款 好嘞 我们看它的正前方 高度2米345 如果不加车顶的 这个两个东西的话 费行天线空调 挖完之后2米6 前驱 长度的话5米 宽度到1998 跟大通长州是一样的 如果是大通M7的话 它就封闭式车体 但是可以有三个窗户 它这边有选了一个 像它那个防纹刹窗 是自己夹的 贴上去就行 这是最简单 最实用的一个方法 包括主驾驶 副驾驶都可以这样 转套上去就行 好 我们去看东风御风 只有大通是前驱 其他都是后驱 但是前驱完全够用了 因为这个长度完全够硬的 如果像大通V90 5米9几的话 那确实得后驱 不能的话 你去高原爬坡 这确实不太方便 好马上到我们的大军率 给大家爆料一下 这台军率不是2.5T的 尼桑 是3.0 这是长轴东风御风 现在这个车没有了 只有尼桑 短轴5米的 那个短轴中顶的 这是跟大通同级别的 暂时没有过6的 宽度2.036 长度5.75 你看上面加了卫星天线 空调 但是现在我们一般都不加这种顶纸空调了 都是选12V的 整车都是军绿色 一个很长的卫棚 像这边一种是白色的呢 因为它过一两年啊 您就得维护一次 不然的话它容易漏水 这样的话就有保证 因为防车的可以注意一下 像这个防纹沙窗 就是这种防纹的啊 就这种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他的视频 好 本期就到这里 再见